就是就是 因為啊 我想要跟大家說啊 就是 風欲善其事必先立其氣 這不是禮物啊 這是Sample Sample 可以開個跟這樣子 就是 我跟你們說啊 就是 你們在自助旅行的話 其實 功課要做好啊 我建議大家 就是你們可以去找到 你們適合用的地圖啊 像 我本人非常愛地圖 我愛地圖就是 我到哪裡都希望可以擁有它 更清楚地圖 然後我就找很久啊 我就發現這套地圖很好用 就是 它是每個區域 每個區域 然後當地區域的 很詳細的這個 那 我為什麼會互費 是因為我覺得 它之後是我的教具啊 就是 我在跟客人 做那個行程說明的時候 我可以教他們說 那些路要怎麼走之類的 但是 你們個人的話 你就是把它印下來之後 就可以放在皮夾中 或者是 你們要到那個地點以後 再去當地啊 就是 看你們要去什麼地方 就可以把它圈起來 做筆記這樣子 地圖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因為這個地圖是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這個檔案的話 你們如果 有國慶大哥的E-mail的話 我會寄給他 就是我會把所有 我手邊有的這些 我覺得是很好的工具 的檔案寄給他 然後你們就可以把它 成為你們 放在手邊 備而不用的工具 或者是你們推薦你的朋友 也可以 然後呢 嗯 國慶大哥很早要CUE 我要來講這個 假作 所以我就 我就 前陣子不是有那個 世貿旅長嗎 然後想說 那我要去挖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工具 給你們用 然後 我就找到了這個地圖 同一版的這個 小簡介 然後 這個就是裡面呢 有縮小版的地圖 對 對 縮小版的地圖 像這個就可以你們 就可以當隨身冊 然後因為他這個東西 是他們的那個 呃 呃 首爾 首爾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韓國觀光公社喔 是首爾觀光公社 他們自己出的 然後 這個質感很好 然後紙的放縮又很深 就可以當禮物送給你們 所以 那我想要先問 比較實際的問題 就是 呃 會有可能是 來聽我講 這些 小分享 是因為你想要去韓國 請舉手 對啊 喔其實都可以送你們 就是 因為我覺得他是公平 對 然後公義善其事 並跟利其器 好 好 對 這很可以給你 那可以幫我幫你 想說我也要這個錢 真的可以送給你們 這 他還是可以被擠 因為我去 我就厚著臉皮去 他他會說 欸這都被掌問 幹 然後他就給我了 然後這也是我在旅展拿的 就是 這東西我已經把他放落下來了 這也是 Story Sorry 觀眾公司自己出的 就是介紹他們 韓國文化的DVD 就是 DVD 美琴賓是DVD 就是影片 呃 照片集啊 就裡面有一些他們 韓國特色的照片 然後大家會想要什麼東西嗎 有 有中文嗎 喔沒有他就是照片 一堆的照片 蛤 照片 好 好 好 然後再來是 好 然後再來是 跟大家分享的是那個 最後要不要先拉麵嗎 這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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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 欸 欸 我想一下喔 嗯 好 這個 這個 題目有點簡詐 就我剛剛被拍到說 我就在那邊沉思 就是 找不到我自己 就是有沒有 就是 我就在那邊坐很久的地方 是 怎麼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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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沒痛 你還會來 那這康裡面另外一個 結果被拍到肥肥的 然後好像有光打在我身上 這是什麼光 蛤 蛤 對 欸 妳講蛤的運 對 然後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阿 其實 因為其實我今天還是有任務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這地方叫什麼地方 老公 對 然後 其實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進一本書 大家大家要自己去嘛 因為包書包是我自己不用的 然後就是 因為啊 我很喜歡 我因為是旅遊業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 我個人會要求自己 一直不斷的去更新一些資訊 跟找資料 所以我很喜歡去看坊間出的那些旅遊書 那旅遊書不外乎 是教你怎麼吃 怎麼玩 怎麼坐地鐵 或是怎麼做什麼事 那當初國姓大哥說他要幫Vicky跟Pinky 推薦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其實Vicky跟Pinky的話是 還世界 還西藏 還大陸 還台 或者是 像他們這一條路線的話他們就是 從台灣 然後 到韓國 到大陸 再回來台灣 那他其實是之前去的 那只是他反除之後 把2007年的第一次經歷到 後來又有第二次經歷 把這兩次經歷 合併出成這本書 然後我自己本身 哈哈哈哈 還是有一點中文系的底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對 不是說我副的業 我都不好意思快對我母校了 就是因為我看了以後我發現 就是值得推薦 因為他除了有很多 韓國的一些人文 人文的東西 或者是歷史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他們在當地跟當地的人認識之後 可能手臉之後 再帶出來的一些 旅遊書不會介紹到的東西 其實他都有提及 那因為 文姓大哥給我這本書的時候很晚了 害我根本每天都巴了他一直看一直看 呵呵 好啦開玩笑 就是其中我覺得 為什麼想要推薦這本書 是因為我覺得還不錯 像我們到韓國自助 都還會想要去找當地的韓國人 是因為你想要了解到 更深入 或者是更當地的東西 那他們在當地其實也交到很多朋友 其中呢 他就有 他就有從他們 飲食文化 或者是一些韓國特色來帶入 然後他們就有提到一點說 嗯 就是他們就說 然後終於 就是在這樣一路的過程當中 就是 真的是找到對的人 然後他說 終於懂得與韓國人溝通的方法 見識到隱藏在 道貌岸然 哇 真的好強烈 道貌岸然面目下的 是熱情感 然後他說 一發不可收拾 後來幾乎每個 遇到的韓國朋友 都是熱情無火 表達方式千奇百怪 那份質不強烈的情感 就像泡菜的辣味一樣 直達心頭 所以會覺得說 其實 你真的認識了當地 你玩的真的是深入了 然後你反除之後 你的觀感就會改變 因為很多人對於我去韓國玩 或者是我看韓劇這件事 有一些朋友 尤其是運動迷的 他就會很激動 他就會說 哈韓 我說 那你看美國職棒 不是哈林嗎 阿林你看什麼不是 就是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單純就一些 新聞傳遞的東西 可能是 他們運動賽事上的光彩 或者是他們所謂的紅魔鬼 或者是他們那種強 過剩的民族感 民族性 而引發的一些衝突 然後讓你對這個國家觀感的話 那你就畫地自限了 因為我們認識的東西要全面 除了剛剛說的 從他的歷史啊 從他的文化啊 或者是從他的旅遊 或者是從他當地人的身分 對 當地人的這個角度切入之後 其實 之外 切入之外 其實你應該去想想說 你想要認識的是哪一塊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可以推薦這本書 對 然後 因為國慶大哥說 現在只剩四本 所以預購重駐 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的任務完成 謝謝大家 啊是 韓文 他人說表英文字 哦 對啊 因為啊 韓文啊 就像 它是拼英文字 表英文字 它就是 例如說 它同樣的音 會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沒看它前後文的話 你只知道它的音怎麼念 然後可能就會有 好多司機都吃虧 會學什麼意思 像我們在學韓文的時候 我們就要學它的母音 什麼 就很像我們的 那個 伊烏伊 阿諾 就是 他們是表英文字 它就是 母音 配直音 倒奏會 兩邊的音 但是 拼英文字就是拼起來之後 你會念 但不見得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不會像我們 甲骨文會有一些字型 有沒有 然後其實我同影片 那個 詞意做起遇樂 都是用甲骨文的文字 但是可能那個 字體沒有資源 就會全部都變正題 正題的中文 所以像 有朋友 甲骨文的朋友就是 兩隻手嘛 就是這樣 兩隻手伸下來 就是很像是 就是 有那種互相 就是互相 體系的感覺 反正就是 我覺得就是 中國文字 後來 外國人後來很喜歡 是 中國文字有 中國文字的美感 不是簡體字 是中國 反體文字 正體文字有它的美感 但是韓國其實它的文字 是沒有美感可言的啦 它就是 當時 四中大王 為什麼要去創這個文字 是因為 以前他們的這種 這種 所謂的 文字啊 跟這種 知識 都會把持在 陳軍館那些爐生 就是 你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 才會知道 那民間的話 就有點像我們的原住民 因為它是 口述的 那可能就會造成 它知識上的 斷層或落差 所以 四中大王 就是 他來創一個 好險 方便 大家都能 背誦或者是 記得的文字 來造成他 教育的普及 所以 四中大王在那個 韓國的那個 地位還蠻 蠻崇高的 那台灣也有很多 韓文的 補習班 就會 會直接取名叫什麼 四中韓語 或者是 四中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貢獻有多大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表演文字 它真的還蠻醜的 嗯 就是我覺得就是 勸插三角警啊 就是我剛剛這樣形容它 對 那以前學到的中文不是 欸 以前學到不知道哪一科的課本 不是有跟我們說 韓文也是 窗林文字 它 聯想到這個文字 是看到中國的橱窗 我們的中國的橱窗 不是我們的那個 西卡湯 不是 是窗林 就是庭院當中的那種 有沒有 可能有很多形狀 那可能不是有圈圈 然後就會有很多 所以它的發想是來自窗林 所以它又被稱為窗林文字 對 就是 列拉特它的文字就是一個圈 然後一撇一槓 然後一撇一槓 或者是一條一 或者是絲 或者這 就是列拉特 你們去看韓文就發現 就是 就是都很簡單 然後學韓文有一個方便的方式 就是你筆劃很少就可以偷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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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暫時還 它就一直在北方家 那邊 那我還會不會 糟糕糕 糟糕糕 但因為我學中 我是中文器 所以我喜歡中文是聖明器 所以 就是我只是為了 就是 就是 嗯 對 那是中文嗎 對啊 那我一直問你 還有其他什麼 你說 請問現在聽說 韓國人想吃店會回收 沒有吃完就想 喔對 喔跟大家說 就是 我覺得我心裡 心裡一直有一個疙渣在 就是 就是你知道韓國食物 他們韓國人自己也說 就是韓國食物最噁心的 不是那些我們害怕的 什麼 長得很像胡曼那種 有沒有就是蠻魚一坨 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什麼之類 他們最噁心的 就是他們的小菜 因為 他們生章魚也不噁心喔 因為生章魚 至少是乾淨的對不對 吃不完 它還是活著 放回去就好嘛 對 可是他們最噁心的就是小菜 因為 你知道嗎 他們的小菜就是一疊一疊 無限吃 可以續可以續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是 你可能你只吃主菜 然後小菜的話就是 例如說他可能 好幾層的泡菜 然後你只夾了一層來吃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那個阿豬嗎 就是他那個店家 那個媽媽 他就用那個小孽子喔 然後就把那個 菜就是他先拿著拖盤 把那個菜都拿回來 然後就用那個小孽子 這樣一片一片夾回去放好 喔 我回來以後一直覺得 我心裡有鬼 我就想說 我拉了一個半個月的肚子 我拉了半個月的時候就是 就是 因為一直在想到這件事 而且才被我們看到 對啊 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黃菜頭 也被他夾倒閉 而且他排很整齊喔 小孽子 然後排很整齊 然後泡菜 因為泡菜 就是 剛才你菜頭一點點點 然後是切 就有點那是方方的 然後還是把它這樣去排整齊 排整齊 喔 可是韓國不太負這件事喔 我們在吃那個 吃那個春川辣炒雞排的時候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都會 很假掰 就是 跟那個 waiter說 然後就跟他 要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公換母子 他們沒有韓國那種 筷子貼一隻 就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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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在 對 是真的 被我飄 真的看到有沒有很瞎 真的 以後學韓國會不吃泡菜嗎 我知道 韓國現在很給白 他有為那個 離開韓國的 外出的學子 準備那種 立肋包 就是一包一包 是蜜蜂的 然後你就可以 帶上飛機 或帶出鍋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 懷念家人 你就把它很像那個 吃零食這樣撕開 然後把它推出來 就可以直接吃泡菜了 那以後你們就 兩隻隻頭 那一個比較乾淨 那一個比較乾淨 對 對 對 很有趣 嗯 喔 還有一問嗎 掐夠 像那個風景劇 會有很多很像 韓勇這種東西啊 到底是他們的小吃還是 下酒菜 是真的 就是 我沒有放這個照片 是因為 我朋友啊 因為就是 陳中環的IPP Jessica 就是我們另外的朋友啊 我們是去六天 我另外的朋友 他已經去過韓國很多次 然後他就是辭職 要犯新工作之際 所以他安排的是十五天 他就是 首二釜山 然後可能周邊景點都有玩 那他就是 他到那個釜山的時候 也跑去跟釜山的父親 可能接洽 讓他們去當他當地的 local guy 然後他們就是 有一個政策立會結束以後 韓國就會有無止境的 會後會 他們就有 會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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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Part 1 Part 2 Part 3 如果你跟那個人 是要真的是 例如是他的上司 你要跟他補冠琴的話 你就一定要參加到最後一課 就你喝到吐了 就是在路邊 但是你還是不可以走 那我朋友他就是 他就有跟去會後會 然後他就會後會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直上菜 然後 跟那個什麼 呃 麻糕里 麻糕里就是他的米酒 黃黃濁濁的那個 喝起來甜甜的 但是有後勁的那個 麻糕里米酒 然後他們就是會 他們就會 因為他們的會後會 就是標準的 喝酒湯 喝酒湯 對 然後他們就是叫很多酒嘛 那喝酒就會叫小菜啊 他們小菜就是殘泳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朋友他形容還蠻具具具 還蠻具體的 他說 很像在吃草席 口感就 草帕 草帕 殘泳啊 就是草帕 那個草帕 因為那個 吃起來就是那個 草帕的香味啊 可是就是 就偷偷 他就是 下酒菜這樣子 對 然後麻糕里就是 米酒喝喝喝 然後 燒酒喝喝喝 然後燒酒就可以配可樂啊 或配他的什麼 汽水 很好喝 對 然後後勁很足 然後你就要撐住 然後他在會後會後會 會後會後會 會後會 對 對 要跟韓國人某話 一定要參加他的 會後會 就是到最後一刻 然後可以整個晚上 喝著三框到四框 然後他們的店也都開很晚耶 路邊小吃 他也真的都開到 我們有時候逛 喔 東大門 東大門他是晚上八點之後才會開始熱鬧喔 他很多店都只能八點之後才開 然後開到凌晨四點 他就是要到那些批貨的人去的 所以他都開從八點到四點 然後他那個小吃的話 也會follow那個時間 就開超晚的 所以他們就是 例如說他們可能 當地人一定都知道哪些店開很晚啊 那你說這個可能開到十點 那可能 就是先去吃一個吃 然後他要結束以後 就換到另外一家店 然後再換到另外一家店 再換到另外一家店 對 無限延伸 一定要讓你就是喝死這樣子 對 那韓國人真的有點恐怖 是他們現在很流行 呃 就是 就是上班前 會去健身房這件事 韓國人 胖子真的還蠻少的 我覺得曬 曬就有點胖了 因為其實他們 他們就是還蠻重視自己的體態 然後他們晚上都太多應酬 沒有時間 然後他們就會去報那種 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 上班 八點上班之前的那種健身房 例如來說 就是我們有問他 他就說現在很流行 很流行就是 因為現在學中文是一個熱潮 所以很多韓國人會去報 中文補習班 然後也有很多韓國人 為了精進自己 就賺到更多的錢 他也會去報英語補習班 但是 剛剛不是有說 他還要再去上健身房 所以他就是每天 早上六點到七點 去健身房 然後洗個澡以後 七點到八點 去補習班 八點就去上班了 然後上班以後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會後會後會 就是上班 可能六點下班 就去會後會 然後開始無限延伸 回到家就一點點 然後早上六點再起來 這樣子 無限延伸 所以我想說 是人嗎 對 對 就是他們現在會 年輕人一代會很流行 Z-tone模式 對 很可怕 應該會自己就是折磨死自己 我想 對 嗯 我不行啊 那個早上都要睡 要剛好再出門 哈哈哈哈 笑 對 好 大家好 問什麼啊 對 我很多的資訊啊 對不起 壞 剛剛有假動作 沒有 就是我很多的這些資訊啊 不一定是參考那個 他們的書籍 都是去跟當地的父親成問出來的 因為就是我還是要說就是 書籍當中寫到的東西 有一些 有一些的面向 不如你直接去問他當地人 對 才會得到更真實的那一塊 對 嗯 就是剛剛那個很可怕的那種現隱身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大學生壓力還蠻大的 他們大學生啊 就是因為他們的大學很貴喔 他們大學是三個月一期 三個月一學期 所以一年當中有四學期 每個學期之後的財幣差不多是五萬塊 所以一年的學費大概是二十萬台幣 差不多 薄利也是這樣 薄利是這個堂期 比薄利更貴 噢 對啊 我覺得台灣大學是一個最便宜的 對喔 我覺得台灣大學是好便宜的 而且你看喔 小小一個台灣島就166間大學 可是韓國有很多,韓國有八百多間大公司 所以你看那個SKY有多強啊 撐起韓國一片天,搭死命的也要扒進去這樣子 沒錯,沒錯,沒錯 很多很貴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台灣很多人會去韓國念他們的語學堂 就是他們三個月一起的語學堂就差不多是1塊 很多人會去報韓語補習班先學一點皮毛 然後之後去韓國就會去念他三個月一起的語學堂 那語學堂的話就是會有各大學開的語學堂 那目前的話例如說岩市大學的語學堂 他們計價的話都是一百六十幾萬韓幣 整個韓幣就差不多四、五萬塊或五、六萬塊這樣子 然後三個月一起只有學費 因為手續、報名手續費跟生活費 都全部都要自己另外去 所以你三個月一起可能就十萬塊白的這樣子 可是台灣人現在很多人去 因為很多人為了之後的可能工作的著想 想要去吃還沒有被開發的這麼完全的那個韓文之一塊 因為現在韓國越來越強大之後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跟台灣越來越密集 所以全台灣只有兩間學校有韓文系 一間就是正大韓文系 01成年的那一個 一間就是文化大學韓文系 現在目前就兩間了 然後頂多就是高雄文藻外語學院 他可能會有韓文科之類的吧 對啊 可是真正正規的韓文系就只有兩間 目前全台灣就只有兩間 那之後我覺得可能會因應不同的潮流 就是會有在開設 這個我們不允許小廁 對 嗯 對啊 對 下幾點了我也不知道 我會有 對啊 那如果大家還有疑問的話 就從國興大哥那邊連到我Facebook好了 但是不可以問我韓國要怎麼玩拜託 大哉問 對 大哉問 對 然後就是 我會把我確定的資料給你們 但是我不會給你們說 哪一家我們是某地方 然後說啊 對 然後我說過我好吃 我說過我好吃的你最近吃完 口味不一樣 國興大哥那我們就這樣子的 那我再把 不是還有餅乾要繼續花 沒有啊 泡麵泡麵 然後 其實我 是把我整個阿扎廚都帶來 就是 因為我 個性實然 就是我很愛搜集資料 所以 就是我都會把它整理成這樣的資料 所以這一本要捐出來就對了 然後就是 就有很多資料啊 然後 然後 大家 大家去旅展啊 不要去拿它太多浪費幾東西 就是 如果你們有去旅展的話 現在台灣旅展好多喔 對 春季旅展 秋季旅展 國際旅展 然後什麼 高雄旅展 台南旅展之類太多了 然後你們去旅展的話 可以跟旅行社A的 就是這些卡卡路給你 對 對 這樣講的都很不好 就是一共與旅行社A的資料 就是 不用去旅展就對了 對 都聽講座 也可以 可以啊 對啊 好吧 因為 實在是 等一下還要來喬看看 有誰可以載他去高鐵站 我們這裡有 省南姓路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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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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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去學院請教 我看妳說 妳老家五十分鐘就可以了 因為有這裡 師傅去到那裡 不用一小時 喔 喔 去高鐵站 這裡會燒鎮 就這樣 所以妳要不要喬 如果要回台方 加一小時 喔 就是啊 高鐵站去那裡 好 師傅點八小時 妳不是都兩小時在睡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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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不可都會被發現 聲音翻譯也在上面 好 那就 我們再給大家 感謝 好嗎